南投草屯彭湖湾婚宴会馆老板娘郭春贵 每年寒冬都会举办家福中心餐会 今年已经第十年咯 现在我们就一起去现场看看热闹的情况 人间到处有温情 这句话用在餐饮达人郭春贵身上是实至名归 南投草屯彭湖湾时尚婚宴会馆总经理郭春贵 在事业有成之后 就一直以感恩的心帮助弱势家庭跟个人 每年的寒冬季节都会设宴款待家福中心的小朋友亲友 从第一次办餐会到今年已经第十年 2023年1月10号晚上 郭春贵又在草屯镇草西路婚宴会馆一楼宴会厅 洗开三十多桌 同样以一道道美味的围炉佳肴 让弱势家庭能够感受到社会的爱心跟温暖 谢谢你们每年都来彭湖湾跟我围炉 我也很感恩今年是第十年 十全十美 动物棒 除了10号晚上草屯的餐会之外 1月4号6号晚上分别在澎湖跟金门两地 跟当地的家福中心共同举办 寒冬送暖爱心围炉餐会 郭春贵还邀请南投家福 悬银飘洋才艺队跟漫舞精灵才艺队上台演出 让现场的大人小孩能够一边享用佳肴 一边欣赏精彩歌舞表演 感受温馨热闹的围炉团圆气氛 彭湖湾时尚婚宴会馆郭春贵总经理说 这场参会的重头戏就是要带领大家爱要大声说 赠送小朋友可爱的玩偶 并且上台向家人说出感谢的话 让在场的人都相当感动 郭春贵总经理说 十年来感谢所有澎湖湾时尚婚宴会馆的员工 今年还有樱花狮子会 风领狮子会 方素欣磨吉老店 智欣贸易有限公司 草屯同纪会 拟点婚礼布置 靖堂海场行 收缘国姓广玄宫管理委员会 郭永昕 张万春 罗世聪 邱元武 陈宝树等单位跟善心人士出钱出力 才让围炉餐会能够圆满成功 希望所有的我们的小辈子 从小懂得感恩 这是我最大最大的希望 然后在这里也希望祝福所有的家庭 所有的孩子 渐渐康康快快乐乐 新年快乐 南投家福表示 相当感谢蓬河湾时尚婚宴会馆的 所有善心单位与人士的协助 让每年的寒冬送暖 爱心围炉餐会那么成功 而且郭村贵总经理的爱心付出 已经跨出海外到金门澎湖 希望能够带动更多的人加入做公益 让这股爱心跟温暖 散发到台湾的每一个角落 一起帮助弱势家庭 记者陈文旭 肖又金 李佳金 南投报导